大家好,我今天要來示範康爾賴了 今天要示範的是,通常是康爾賴上課的第一個動作叫做Good Morning 顧名思義就是一個暖身的動作 那首先呢,雙手先放在這個梯子上 然後我們今天用的是每一邊都是兩條Pitch 然後手大概是過頭的高度,兩手平行肩膀放鬆 好,然後這時候呢,鼻子吸氣,嘴巴吐氣的時候把右腳往後推 注意右腳往後推的時候,右腳是伸直的 然後右腳的腳板不能夠離開這個板子 所以你往後推的時候,你身體自然會把你的肩膀往後拉 然後推到什麼樣子的高度呢? 推到你的左腳彎大概是垂直 你看我現在有點沒有辦法垂直 所以表示這個高度對我來說太高 所以我就這樣一格 OK 好,再回來 有時候這個梯子沒有辦法剛剛好 那你可能要在上面這一個跟下面這一個去設 那以什麼為準呢? 以你腳或是你身體能不能對齊為主 OK 那不然的話你可以扶兩邊,像我這樣 好,鼻子吸氣,嘴巴吐氣的時候,左腳出去 好,你出去的時候,你看到這一腳,它的膝蓋剛好是在腳踝的上方這邊對齊 然後左腳是伸直的,然後左腳的腳板是整個貼住的 OK 那你手還是在這裡,所以你的肩膀不會被往上拉 好,鼻子吸氣回來 嘴巴吐氣,右腳往後推 好,你做這個動作的時候,拉到哪裡? 拉到你的右邊的膝關節的前側 還有你右邊的小腿肚 OK 然後呢,當然你的左邊大腿是很用力的 還有你的後心是很容易,因為你是維持平衡的 所以這個動作其實你全身都有拉到 還有你的最重要就是你的肩胛骨有在活動 好,這一次呢,我們確定一下我們整個上身是一條直線 那斜線的過去不是這樣,也不是這樣 OK 吸氣 吐氣 鼻子吸氣再回來 嘴巴吐氣再往後推 鼻子吸氣再嘴巴吐氣 再鼻子吸氣回來再嘴巴吐氣 那我現在已經做了幾個回合 我想要試試看是不是我的全身上下已經比較被拉開了 所以我再回來梯子這邊 一樣,鼻子吸氣 嘴巴吐氣 有腳往後推 好像有比較鬆 所以現在我可以摸著梯子做 鼻子吸氣回來,嘴巴吐氣 鼻子吸氣 鼻子吸氣 嘴巴吐氣 鼻子吸氣 好,這就是我們今天示範的 Wor Morning 大家好,我們今天要來做 我們冬天大家是不是都去Ski呢 今天我要示範就是在Coreline上面怎麼做Ling me Ski Jump 好,首先呢,你一樣先浮在Coreline的梯子上 然後我們大概就要浮在眼睛的高度 然後手呢,就靠著梯子 OK,然後一樣雙腳平行 然後身體對起 好,鼻子吸氣著嘴巴吐氣的時候 把車子用腳往後推 推到什麼程度呢? 推到你的腳跟扭一點點起來 然後身體大概是一點斜線 然後鼻子吸氣再回來 嘴巴吐氣再往後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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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今天示範就到這為止,謝謝 谢谢